后人称帝残暴昏虐 强行称帝殊职相残 高欢随白手起家创立工业 却又留下无数问题撒手人寰 高家本来天下一同可欺 却于一遇而亡 高家皇帝似乎是精神不正常 但慢慢毁掉自己基业 高欢控制北魏后 孝武帝十分不甘心 于是趁高欢在举世外逃出沃阳 投奔了关中宇文泰 高欢另立新帝后北魏分裂 他为高欢控制的东魏 与宇文泰控制的西魏 东魏占据河北 山东 河南等要地 发展前途远强于西魏 在高欢病逝后 他的长子继承权力 长子高成虽然能力不凡 但性格好色乖张 高欢曾因婢女告发高成 自图他的测试 想要废教他 另立其他子字 可却被劝告 你是靠妻子楼氏起家的 现在妻子家势力很大 连纪委军都是你的小舅子 高成是楼氏长子 这个需要掂量一下 何况婢女的话真的能信吗 在司马子如的审理下 避免承认诬告并且自杀 高成政治上整顿朝银 军事上在尔朱镕时期 留下的将领侯警判断时 依照高欢一命 愿用慕容少宗 也就是之前所说的 趁尔朱镇早早对付高欢